我安 您好 我是正一臻 歡迎您持續鎖定 中天新聞 我是徐甫 不過要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的中天新聞頻道 我剛才看到已經 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八萬個訂閱戶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就差二十二萬個訂閱戶 就在年底之前 我們來一起達成目標 還有中天的快點TV 也一起下載下來 不過頭條新聞聽說 一陣 我們知道 高雄柴山常常會有野猴子出沒 可是今天發生意外 好像不是野猴子幹的 對 今天有一起狀況距 有一點離奇 有一個民眾說去爬高雄的柴山 結果爬到一半 他發現腳踝怎麼會很痛 一看發現不得了 居然流血了 然後緊急送醫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流血是什麼造成的 非常離奇 居然是被子彈貫穿 原來是柴山附近 剛好有一個軍方的靶場 正在打靶 那麼現場最近消息 我們連線記者王書宏 好的 主播給觀眾 在柴山的登山口 可以看到有一名66歲的登山客 他坐在了布滿落葉的地板上面 他的左腳踝心血直流 尤其是他後腳跟的地方出現的撕裂傷 血流不止 初步檢查之後 竟然是子彈射擊後 所造成的穿刺傷 這名的登山客 他當時是前往柴山來爬山 就在上午10點06分的時候 突然聽到一聲槍槍 接著他的左腳踝 就發生劇烈的疼痛 這一名的登山客 中彈以後 依然是自己忍痛走下山 而且走了將近100公尺 而事發地點 就是位在柴山的知名地點四柯榕 中彈以後 這一名的傷患 目前仍正在醫院治療 而附近在壽山 有一個海軍陸戰隊的靶場 這兩者是否有因果關係 軍方也還在進一步的瞭解當中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 時間盡頭交還棚內主播 一真不知道 你有沒有騎過所謂的共享機車 聽說現在很方便對不對 我現在連機車都快不會騎了 但是有一個男子 聽說他最近騎了一個共享機車 但在路上卻發生了糾紛 他跟一個營業用的小貨車 就發現說 他說小貨車一直在逼他車 結果兩人就吵架了 通常這種馬路上吵架 絕對沒好事 因為最後一定是鬧上警局 可能還會告上法院 畫面上可以看到 大馬路上一輛營業用車 停在馬路當中 和一名騎著共享機車的騎士 發生嚴重口角衝突 你要不要看法罪 來叫警察來嘛 隨便你叫 叫警察來啊 那你不要走啊 那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吵得不可開交還差一點 就要在大馬路上打起來 你要上班的工作是不是 你要上班的工作是不是 你不要離開 兩人一路 從捷運站爭執到加油站 又下車再互嗆 這起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周日晚間7點多 機車騎士表示 他當時是騎在外二車道 卻遇上這輛營業用車 狂閃燈B車 不僅硬切車道 害得騎士差點摔車 更大聲又罵 還一度衝到後車廂 想要拿工具做事歐人 兩方你一眼 我喻與喬不攏 只好報警處理 其實已聽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警方還要聯繫營業用駕駛 只是究竟誰對誰錯 還有在持續調查理性 好再來這則新聞是跟車禍有關 昨天晚上9點多 昨天晚上飄著細雨 就在台北市的養德大道 發生了一起車禍事故 那會受到關注的焦點是 原來呢這個轎車車上 載的乘客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對聽說這個轎車因為在右轉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個不小心 跟小機車發生了差狀 不過機車其實一下認出來 上面坐的一個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顧麗熊 一個就是他的太太 現在的經濟部長王美花 不過這騎士講說 怎麼這兩個大人物沒有做筆錄 兩個人就先離開了 他覺得說好像有一點不負責任 好接下來新聞消息 我們連線記者吳新倫 可以看到畫面 行車進入器的駕駛正在上車 沒多久對象的一名騎士 盆飛到對象車道之後 駕駛反應快 急踩煞車沒有輾過騎士 我們看一下當時情形 事發的時候晚間九點多 台北市仰德大道上 可以看到一台白色轎車正準備右轉 但下車的騎士 依次沒有注意到右轉的轎車 才會急著煞車之後 連任帶車噴飛到對象 而白色轎車的乘客 是國安秘書長顧麗熊 和他的妻子經濟部長王美花 不過卻有人募集發生車禍後 顧麗熊和王美花沒有去警局做筆錄 確認沒事就離開 但他們發聲明表示 當時參加完餐序強調 雖然沒有和來車發生碰撞 但由於當時事故在坐車周遭發生 有配合事故處理 而且他們都有帶警方到達之後 確認好機車騎士沒有大礙 才請司機協助警方進行事故調查 兩個人才搭小黃離去 沒有媒體所說的快閃事實 士林交通分隊也表示 三方皆有協助調查 事故原因也正在釐清當中 好 最近在馬路上 我們常常看到有很多外送員 其實就算下雨天他們也很辛苦幫忙外送 但是馬路上的狀況距就很多 有時候如果碰到說 有大車停在前面卡住他們的動向 其實召集的外送員 他們有時候心情真的是會不好 真的 時間就是金錢嘛 你停了10秒的話 我可能就少送一單了 結果外送員看不到前面的路況 他就比較急 他就按了一聲喇叭 沒想到前面擋到車的這個駕駛就生氣了 下車嗆聲說 你們的外送員都很高拐 就現場情況就真的很尷尬 我們要聯繫給王百英 好的主播在小巷子內 外送員騎車準備送餐點 這時左側突然來了輛箱行車 外送員按了聲喇叭提醒 但沒想到一路到下一個路口 卻上演了火爆場面 消行車駕駛 下車痛罵 語氣中對外送員有歧視的口吻 讓這名外送員相當委屈 當下他強調並非刻意按喇叭 只是因為看不清楚前方狀況 不知道有另一輛貨車擋住 來聽聽他的訪問 因為我是停了大概快10秒 所以我才按了一聲喇叭 就是看是有什麼情形 然後按了之後他就炸掉了 他們或許會有刻板印象 只是我會覺得說 又彼此行業不同 那不用說到看不起 外送員柯先生說 當天騎車送餐點 距離客人的位置一定相當接近 由於鄉行車擋在前面 他等了大約10秒才按喇叭 並非刻意挑釁 只希望大家能互相尊重 不要對外送員的工作帶有歧視異味 將鏡頭交換給棚內 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網路上這個 彩芬說中天加油 然後特別要感謝余潔還有淑貞的斗內 今天不只是說在網路上 尖峰也說中天新聞加油 還有露露支持中天新聞加油 辛苦了 真的在網路上 這麼多人支持我們 我們很感動 可是在現場 我更感動的是 你看到這一群支持中天的朋友 還有我的手板 謝謝我們忠實的粉絲 謝謝你們 要注意保暖 晚上會比較涼 今天會待到幾點鐘 站了 站了 一起幫中天加油好不好 我說1 2 3 我們說中天加油 1 2 3 中天加油 我有看到一個比較年輕 比較漂亮的面孔 等一下 這個是誰 等一下 這不是之前坐在我隔壁的 等一下 戒凡 大家好 我的好靈體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還記得我嗎 我相信中天的忠實觀眾 一定都記得戒凡的 我今天一定要會來跟大家在一起 畢竟我在這裡六年多的時間 然後我今天看到 你們每一個我的曾經的好同事好朋友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我真的頭皮有點發麻 然後我真的覺得 言論自由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社會應該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即便我現在沒有在工作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 我還是要回來支持我的勞動家中天 我們再喊一次中天加油好不好 來 中天加油 今天真的是很感動 而且有很多的老中天人 我知道今天晚上 只有在11點59分59秒的時候 我們也會一起站在這裡 對 因為今天其實我跟徐福 我們是最後一次了 在這兩個小時 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個52頻道 對 再跟大家見面了 但我現在有一個不情之情 我想請戒凡你要忍住情緒 因為我想很多的觀眾很多現場朋友 很多中天忠實的粉絲們 大家最記得戒凡的印象就是 其實我從小就看你播氣象長大的 沒有 你這樣子講 等一下 20幾歲也是小好不好 等一下現在有多少人也是看著 戒凡播氣象長大的 好 不是長大啦 支持戒凡播氣象新聞 長輩都很支持 然後編輯打給我說 叫我今天要播氣象的時候 我很怕他要我去華龍舟 還是要出外景對不對 挖竹筍之類的 就是一心多用的播氣象 但是今天在52頻道 也許可能是最後一天 但我們希望還有更高更好的機會 在YT上 我們一定還會有機會再見面 對 我們還會再出現了 所以我把我的戰袍還是穿起來了 因為以前出外景 我們都要穿這個戰袍對不對 大家記得我去划過龍舟 我們去包過粽子 然後去挖過竹筍 做過太多了 太多了 這鐵人挑戰 甚至我還去搭過那個叫什麼 雲霄飛車然後播氣象 大家記得嗎 有 那一集我就有說 你心臟好大顆喔 因為那時候我就說 如果是我的話 完全沒有辦法 我實在太害怕了 所以太多太多的回應 在雲霄飛車上 那現場我們要不要許甫 我們就來給他一個 臨時考驗 看你是否依舊飽到位 我像是功課一定都沒有問題 就像學騎腳踏車一樣 一輩子都記得了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大家今天看到現場的朋友 也都穿得很暖和 因為這一陣子以來 全台各地喔 特別是在北部跟東北部 其實溫度都比較低 中南部白天是溫暖的啦 但是中南部的晚上 其實日夜溫差大更容易感冒 提醒大家注意 那至於北部東部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濕冷對不對 但是呢 剛才我在坐車過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交給你囉 要換我了嗎 好 我們這邊都交給你 你幫觀眾講一下 是的 主播 現在現場有我前氣象主播張戒凡 來幫大家快速的解釋一下 接下來天氣的變化喔 那剛剛我在來的過程當中 看到了陽光 其實我覺得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覺得 我要回來中天波氣象 竟然看到太陽 在我現在的這個螢幕上 好 可以看到回報 這個是定量降水預報圖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它叫定量降水 你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其實降雨的部分 還是以東北角是最多的 那整個北台灣 其實一直有下到台中 都還是有降雨的一個狀況 但是到了晚上開始 其實現在我們在現場的這個雨勢 就已經緩和下來 甚至地面感覺都是乾的了 所以降雨的情況來講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這段時間呢 社尾北部會比較緩和 我指的是大概是陶竹苗 到台中這一段 不過呢 宜蘭還有這個北海岸的部分 以及花蓮台東的北邊 降雨都還是會持續 所以還是有大雨特報 特別是這個基隆北海岸地區的 觀眾朋友提醒您 昨天的地震嚇到我了 所以這土石有一點鬆軟 再加上如果連日的降雨的話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危險存在 提醒大家務必多加的留意 而且在溫度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穿的蠻多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衛星雲圖的部分 在氣溫的部分呢 今天的白天 其實大概維持在 北部 東北部 大概就維持在19 20度 是屬於濕涼的天氣型態 中南部白天很幸運 然後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大概都還有23度左右 這樣的一個滿舒適的天氣 尤其是有太陽 當然就比較舒適 不過再次提醒 中南部晚上可能 還是有機會掉到20 甚至再更低一點點 所以這個日夜溫差 特別是明天清晨 中南部地區天氣好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 所謂輻射冷卻效應 啊 我還記得 我講得出來 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就很容易著涼 大家要注意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北部地區 等一下提醒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我們今天 要一直到晚上12點 陪著中天的52台到12點的話 一定要做好保暖喔 因為等一下只要天氣 天一黑 溫度就會持續的下降 今天晚上的北部 東北部地區 大概就只剩下 呃 18度 19度 甚至還有可能更低 所以請大家務必注意 自己的身體狀況好嗎 我看要穿短袖的 太厲害了齁 還是要做好保暖啦 多穿一點 那週末的天氣跟這幾天差不多 就是濕濕涼涼的 而至於下個星期 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下個星期會有 比較強的東北季風靠近 所以溫度 特別是北部 會下灘 大家要先做好 這個天氣會變更冷的 心理準備囉 以上就是天氣狀況 我好高興我可以在 52台最後一天播氣象 趕快把時間交換給現場的主播 還有許福還有一貞 好 謝謝 謝謝介凡 剛才有說今天到晚上的時候 其實氣溫會比較低 所以現場各位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到保暖 不過我要講喔 為什麼大家去聚集在現場 除了為了言論自由 為了新聞自由之外 我們還希望司法 再給我們一個機會 沒錯 中間新聞台對不予換照 申請假處分 遭到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 不過中間依法已經提出了抗告 而最高行政法院可能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晚上之前 希望能夠有一個希望 能夠還給中天一個公道 好 這個抗告結果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今天5月之前會有答案 也有可能在隨時我們播報當中有答案 隨時有消息我們將為您插播報導 那我們中天新聞台 我們475位員工對司法還抱持著期待 也相信司法是正義的最後防線 好 最高行政法院能否還中天一個公道 今天最後機會也是最關鍵的一天 也謝謝大家今天來到現場 然後跟我們一起來 繼續的支持言論自由 不過我要講另外一個話題喔 大家現在在畫面上面不是在玩特效 感覺好像有一個雙胞胎在這裡 這身高也差不多高 髮型也差不多 長得也一樣漂亮 都是穿著白衣的外套 來介紹一下 他是你的好搭檔對不對 好朋友 許甫今天蠻會講話的 對 大家一起刷一排加一給許甫好不好 他今天講的話得我心 謝謝許甫 其實我們兩個在辦公室啊 我覺得因為後來我們的髮型比較不像 但他有一陣子 這個我們的若姨主播 他瀏海的時候 其實跟我還就是蠻像的不得不說 這是我們以前 我們一起有瀏海播報的 我知道啊 這個是益貞嘛 這是若姨 你就認錯 你在那邊故意 對 那個那邊有我們的照片 你有看到嗎 我們的照片在那邊 哇 今天粉絲也特別做了照片 應該都是益貞的粉絲吧 也有我的照片好嗎 謝謝我們的粉絲 其實我們兩個以前啊 我們都是國際組 所以我們一起有過很多國際的經驗 然後呢 後來我們換了辦公室換了位置之後 剛好我的位置呢 就被若姨接走了 所以有時候他不在位置上的時候 我去坐那個位置 都會被認錯 而且有的時候 因為 有的時候我們是六點下班嘛 國際組正常下班時間是六點 那有的時候 我要播晚上十二點的新聞 所以那個中間 我就會在位置上面休息 然後大家都會以為我是益貞 對我覺得很像 公司的人都以為益貞很愛睡覺 你們最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最像的地方是什麼 都是男人的天敵 都是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女性 又穿了高跟鞋 大家身人物盡 男生都不希望說一過去矮了半截頭 不能身人物盡好不好 我們今天兩個人就來真友的 沒有他們其實都很小女人的 沒問題的 沒有我們之前啊就是 其實我們的工作關係啊 雖然是好朋友 可是其實會蠻難一起排休假的 所以只要有休假啊 我們都是要跟同事喬很久 而且是因為我們都是陰編 又在同一組 所以其實你是我的代班 我是你的代班 所以我們兩個就沒有辦法一起休假 每一次如果想要一起出國的話 就要一直拜託同事看能不能幫忙 但好險他們都有讓我們休到假 所以呢我就特別找了一張 是我們兩個 穿和服 哇妳們是一起去玩喔 對我們一起去日本 好耶 某一年我生日的時候她陪我出國 因為人家都說 人家主播台上就是 看起來都笑臉嘻嘻 大家都好姐妹 台下呢 台下呢 台下都這樣互相幹拐子的 你看你們是不是好朋友 其實因為我們也沒什麼朋友 是誰是誰 是誰 對所以那時候我們一起出國玩 我們一起去了日本穿和服 還有一次經驗比較慘烈的 而且許甫其實你也有間接的參與到 什麼事情 不只你想不到的事情 來來來講一下 去年有一次 等一下我先講我在棚內發生的事情 有一次啊 剛好我們今天的導播也是那一天的導播 有一次啊 我就在播新聞的時候 五間新聞的時候 然後我播到一半 其實我那天很不舒服 可是我想說 不舒服常常有 忍一下就過去 我想說我上下來再去看醫生 然後因為五間新聞是兩個小時 所以呢 那一個小時之內 其實我非常的不舒服 但我也不知道我怎麼了 然後直到呢 最後我想說 好了快結束了 11點45分了 再拚完15分鐘我就可以結束了 然後我真的要說 當天的導播真的非常貼心 因為 我就在麥克風收音的時候 我就這樣 因為我很不舒服 可是我又想拚著 我想說要把它播完 對 結果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叹了一口氣 然後導播那時候就說 一針你還好嗎 然後你知道我當時怎麼跟他說嗎 我就說 我快要暈倒了 天啊 然後導播就嚇死 他說 你要暈倒了 你怎麼不早說 他說 因為我當時的情況是 我撐不下去了 因為我真的是 我站著 可是我的眼前已經一片黑了 可能是血糖低那時候 已經一片黑了 但事實上不是血糖低 我就真的被秀芳姐 我們就一路 我們就一堆我們的導播們 就送我到了急診室 鬧到急診室 那怎麼辦啊 那時候播報 是播到最後嗎 沒有播到45分 你忘了 你就是即刻救援的那個人 他不記得 就是我嗎 對 就是你 你就是後來來救援的那個 老實說我救了太多次了 你救了太多人了 感謝師父救了太多人 我要講為什麼 不是說我特別會救人 是因為 這個新聞界有一句話 女生是當男生用 那男生當什麼用 男生當出生用 不是啦 因為 這個燈光突然的 有一個非常有氣氛的感覺 你是不是講到什麼不該講的 又來了 你看 照太陽又光明了 光明單點起來 主要是因為男生其實 機動性比較高 因為再怎麼化妝 都是長這個樣子 像女生其實就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那男生就很隨便 你就上去吧 那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我跟你講 他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致謝一下 因為呢 前一天我們兩個在泰國 極樂泰國 我們去泰國玩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吃了很多東西了 然後他 看到那個路邊攤有肉串 他就說他還要吃 因為那個旅程之後 我們本來就是要去吃晚餐 然後他硬要吃 結果他吃了我沒吃 結果出事的就是他 是 所以是肉串的錯 我不怪你好不好 而且我回來之後 我就說你知道嗎 我就跟我弟說 對 就是昨天的瑞迪 我說你知道嗎 我昨天啊 我今天PO到一半 然後進急診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沒有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 路邊的肉串不要賣 真的 因為他也有腸胃炎過 泰國是真的滿腸胃這樣子的狀況 而且我要爆料一下 這一段是我們沒有ray過的 我們去日本的這一趟 你們大家知道嗎 你們專愛來這種 都突然爆料 你們專愛來這種 沒有ray過的 我就知道你們兩個不是真的好 一針他很瘦 可是他食量非常的大 我們去日本這一趟 其中有一天我們去迪士尼 然後那一天早上我們在我們住宿的地方 他已經吃了一大堆東西了 他已經吃了大概一碗泡麵了吧 很怕餓到啊 在我們旅途上面他又吃了兩個飯糰 然後到了那個迪士尼樂園以後 因為不是大家都會吃那火雞腿嗎 我說安卡你要跟我分嗎 他說他沒有要跟我分 一個人吃一隻火雞 他一個人自己吃一隻雞腿 所以當時Roy主播也有被我嚇到 真的很可怕 像我現在想說戴起來這個代班 好啦你有吃到寄了你的五張苗 沒關係 我可以感同身少 因為我也很愛吃 好啦謝謝大家 再分享若宜還有很多的故事 我知道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再回來繼續聊 還可以再聊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繼續聊 我們憤怒 我們失望 但我們仍然會堅守崗位到最後 12月10號早上6點到12月11號 晚上11點59分59秒 主播不斷電直播秀滾滾 中間新聞五二頻道倒數42小時 請您與475位中間員工 系數26年的榮耀與紀錄 新手揮別有線電視 當52台電信會放免 中間新聞網路重生 繼續強力監督政府 守護新聞自由道路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中間52台倒數42小時 馬拉松不斷電 好 歡迎回到中天新聞的現場 新鮮現場真的非常多人 而且同時呢 我們在YouTube上 跟網友來及時互動 我們感謝姚香蓮的斗內 感謝香蓮 還有雨澤說辛苦了 真的是大家都辛苦了 然後呢其實我們再來爆一個小料 以前呢在沒有手機的年代 所有記者出去採訪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小本本 這個就是非常救命的通訊錄 你擁有最多的名字最多的電話 你就可以在這條線 如果你撿到記者的那個小本本 我告訴你 什麼樣的人的電話都有 包括明星的電話也會在裡面 若穎的小本本 請問你存放了多久 這一本應該有大概12年了吧 12年就剛入行的時候到現在 因為那個年代是沒有智慧型手機的 然後我就把公司的同事 全部的人的通訊錄都貼在裡面 因為有攝影還有長官全部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我們的 我查了一下沒有兩位的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還算年輕 好這裡面 真的有很多大咖的主播 而且很多人其實已經都不在中天 他們可能就是大家各自發展 但是我看到了有一個電話很熟悉 在這邊 你看這是誰 09 不是 那個名字我很熟 昨天有來 立剛哥的電話 立剛哥的電話 093 他這邊沒有要真有好不好 差一點又要把它唸出來了 不能把它這個唸出來 只是其實在記者生涯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們的回憶對不對 昨天翻到這個就真的覺得很 因為現在很少人會拿這個本子出去了吧 還兩本 沒有了啦 現在出去採訪都是手機 因為大家有什麼緊急的狀況啊 其實也都是直接打在手機裡面 對啊對啊 歷史的回憶了 我來插播一下 我剛剛一直看到有人叫我穿短褲 播報是怎麼回事啊 今天不會冷啊 你可以耶 我今天是穿牛仔褲啊 等一下啦 我沒有要看你的下半身 等一下 導播說你要走出去他才看得到 好啦你就走出去 欸還真的 主播有人說 我今天穿牛仔褲 還是很帥氣 但是呢如果要穿短褲或是更短一點的話 這個尺度我可能就要報備一下了 我就要問一下 這個畢竟 說到要報備 欸你要報備的那一位 是不是今天也有來到我們的現場 對我是不需要call out 我聽說有人來了是不是 哈囉 來啊 來啊 我看一下 天啊 等一下 許甫那是你的老婆跟女兒都來到現場了嗎 對今天的神秘嘉賓就是 我的太太陳志涵 還有我的女兒朵朵 對其實呢 我們大家從事的新聞行業啊 像我們兩個是朋友 那像他們就是你看 一家人真的是 太太也是做媒體行業的 然後呢 許甫老公也是做媒體行業的 那等一下等一下 在介紹老婆來之前 我們先謝謝若宜主播 女神若宜主播來 今天來上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做這麼多的分享 然後接下來 感謝 很難請到她你知道嗎 女神主播志涵 哈囉 哈囉 朵朵這就是爸爸上班的地方 你不是要來看嗎 等一下 我要插播一下許甫 我上次看到志涵的時候啊 朵朵還沒出現 在肚子裡 你記得嗎 有一次我們晚餐的時候 對 跟雅婷 有一次去吃晚餐 火鍋是不是 對 我記得好像是吃火鍋 好 OK 然後今天 哇天啊難得 一家人來上節目 朵朵你好 朵朵來跟大家說哈囉 跟甜甜說哈囉 說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有看到朵朵的影片 她唱歌 她超愛唱歌 每天都在家裡唱歌 但我先問一下許甫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上班時間 都滿長的 然後呢 志涵她之前也是做 就是媒體我們同行 你知道夫妻倆上班時間都很長 有時候 小朋友很容易有緊急狀況事件的時候 你們怎麼辦 請問誰回家 誰去帶小孩 妳說每天嗎 不是 就是說如果有緊急狀況 誰請假好不好 這時候就要挑戰了 妳請假還是我請假 誰請假 次數比較多 其實這個很難說 就是大家會有一次一次的概念 就是說這一次颱風天 好啦我忍著 我去跟長官說 妳出差 我出差妳請假 那下一次的時候 就要大家輪回來了 就是要互相啦 就是自己知道這一次已經請了 那下一次可能不太好再請 所以我們就會互相輪流這樣子 不過我要講的很好笑就是說 做媒體人這一行 就是常常 就是大家都會看在眼裡互動 比如說以前我們 在跑新聞的時候 跑台北市政府嘛 然後跑北市府縣 常常白天其實 就會在路線上 疊對疊碰到 但晚上還是會偷偷去約會這樣 所以有獨家的時候 就是還不能互相爆料 我記得以前我們兩個在同一個車上嘛 在開車要 可能要去吃晚餐 那可能我們兩個 各自會接到議員的電話 就是議員要跟你報獨家 然後你知道講話的時候 還要偷偷這樣子 就是不可以讓對方聽到 可是掛掉電話之後又要裝沒事 我覺得那還 誰打給你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某某某打給你 喔他找你喔之類的 有什麼事這樣 你們好像電視劇喔 主要在中 在中天我們先講到有一個回憶 我還特別拿一個很好玩的照片出來 有一天喔 就是說我跟他說 欸我隔天要出差 要去花蓮 然後竟然就說 我隔天也要出差 也要去花蓮 那怎麼辦 那不會是同一個地方吧 真的假的 這個是一個選舉場合 那時候你看我跟佳元 然後跟彥瑩拍了合照 你看同一個顏色領帶喔 接著 我就刺探迪瑩 跑到了選舉場的另外一邊 你要跑到別台的選舉場 我幫你們拿 我幫你們拿這樣子 就看看說到底是在幹什麼 有什麼東西 就是說有沒有出一些什麼 奇奇怪怪的招數這樣 你這個是光明正大的刺探迪瑩耶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們很緊張的在準備 因為那個時候 櫃台收視率非常高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在外面 搭了一個戶外場地 跟大家來開獎 可是呢 我們早上就是 一大早就出門 沒有想到呢 到最後是在同一個地點碰到 然後他還突然跑到我們的場子來說 你們等一下要幹嘛 你們等一下要訪問誰 我就想說你們到底想怎樣 你們收視率這麼高 到底想怎樣 他想怎樣我們都知道 其實他只是想把你帶走 我就趕快把他趕走 我就趕快把他趕走 不過我跟你講 雖然雖然我們平常 在新聞上或是在工作上 以前真的會有爭鋒相對的時候 不過回家真的就是 小寶寶就是我們的唯一啦 那這個朵朵呢 我自己老許賣瓜一下 其實你知道嗎 他十一個月大的時候 他就會講一連串的話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段影片給你看看 唱出你的熱情 唱出你的熱情 唱出你的雙手 讓我抱著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切身交往 等我們期了 明天會得好 唱出你的熱情 唱出你的雙手 讓我抱著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咳咳 讓我們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讓我們 讓我們期待 明天會得好 最後一句 讓我們期待 明天 明天 會得好 好好聽喔 爹 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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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當新聞人唯一的驕傲就是 哇,小朋友 等一下,太可愛了 你知道網友刷一片,太可愛了 刷一排愛心 謝謝刷一排愛心 朵郭愛樂芬的粉絲團 大家可以去加入一下 周九妹也說很可愛 真的是刷一片 太可愛了 沒有,有人說一陣要哭 我沒有要哭啦 我只是說很可愛啦 但是我要講 其實朵朵 為什麼今天特別也要邀請她來 不是只邀請志涵 因為朵朵真的算是中天寶寶 她跟中天的淵源很深喔 2017年 你看,這邊有一個照片 來,我幫你們拿過來這邊 好 這個照片呢 當時就是為了要幫忙 這個旺中集團要拍一個廣告 中時電子報的廣告 那時候多多只有四個月 然後呢 我跟雅婷一起來拍 但是媽媽為什麼會出現呢 因為喔 你是保母啊 對,你是保母 真的啊 女兒只有媽媽才能搞得定 這是我真的真心話 就是說 很多小朋友的狀況 媽媽真的非常辛苦 尤其白天上班 那天好像還特別請假 然後就是為了來幫忙協助拍攝 因為真的朵朵是由志涵才搞得定 讓我來看另外一張 欸,另外一張應該就這邊吧 到去年底的時候 朵朵又拍了一支影片 這是我們裡面的旺仔 對,他跟裡面的旺仔合照 是因為他又拍了一支這個中天的影片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而且他在裡面也有現唱英文版的小星星喔 帶你來看 怎樣,這一集是朵朵特輯 好 說沒有小星星是不是要朵朵現場唱嗎 這一集是朵朵特輯 等一下朵朵說沒有小星星 你不要亂CUE好不好 朵朵現場唱好了 好,看一下有啦 有小星星 找到影片了 好,我們先來播放一下朵朵的影片 朵朵你來看 好啦,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志涵難得來到現場 他離開了播報崗位有一陣子 然後今天正好有一條新聞 我看到我覺得 滿適合讓他來斷練看看的 夫妻同台同框 雙夫妻主播播新聞 你們就來一段吧 雙夫妻主播播新聞 而且我跟你說 這一條是我專門幫他們挑的 因為非常的居家 我覺得很適合他們 然後剛才我們在挑這一則的時候 因為他是跟這個浴室有關 我說這一則很家庭很適合你們 然後當時許甫還說 你自己說吧 我覺得這一條新聞 我不知道能不能播下去 因為要講到這個是所謂跟浴室啊 跟居家 整理家務有關係 整理家務有關係 許甫很不想提 他真的沒有 他真的沒有辦法跟我聊這個話題 因為他沒有在整理家裡 不是 早上 真的沒有 志涵一定會講這個 我們剛剛沒有壞過 男神許甫他是不會整理家裡的 家裡都是我在整理的 好不好 天啊,大爆料 各位粉絲們 真的,這位先生回家 就是攀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滑手機 好啦,那接下來 不是,早上的時候我是有丟垃圾 然後送朵就去幫我家 好,我幫你們解圍了 那都是請你們夫妻倆好不好 你看,這段怎麼撥得下去 你先撥,先撥 我撥撥 我很久沒有撥新聞了耶 我會緊張耶 那你跟許甫一起好了 所以要怎麼樣 你前面那一段 我這一段嗎 我先來講一下 好,你先講前面 我自己freestyle一下 就是說 其實大家常常在家裡的時候 最難清掃的環境是什麼 應該就是浴室 衛浴設備 因為裡面常常是一個潮濕的環境嘛 然後常常會藏污納垢 而且呢,如果不通風的話 會有留很多污垢 你要去清的時候非常難清 像我之前呢 就是幫忙清家裡 我清得非常努力 把家裡刷得一片白 對吧 主播不可以騙人喔 好啦 那你就趕快講一下 到底那現在如果說 要怎麼樣比較好清理家裡呢 OK 好,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看到 是這第32屆的 台北國際建築建材展 現在已經盛大展開了 總共有520家的廠商參與展出 不過呢 最近這個浴室的 這個玻璃爆裂的世界頻傳 也讓這些領域們 專門用的防暴膜 可以說是詢問度破表 乾濕分離玻璃拉門 最怕自爆引發危險 不過貼上防暴膜 就算爆炸裂掉 碎片也不會掉落 還兼具抗污功能 近期詢問度大增 目前我們防暴膜的 目前的一個使用度 我們從以前的每一天 大概就是多貼個五六片 現在每一天 這個生產防暴膜的玻璃 每一天大概有100多片 建材展盛大登場 共有520家廠商參展 配合長照議題 有業者特別推出各式各樣的福具 打造無障礙衛浴空間 不管你在洗臉也好 泡澡也好 或者如廁也好 都會讓你達到浴室安全 那銷售呢 我想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到國外去旅遊 很多的消費者會把自己的家 做得更安全 改善得更好 另外近年來 裝修缺工問題頻傳 MIT製造的整體衛浴 主打做工快速 還有10年保固 也成為展場中的一大亮點 各家廠商齊聚參展 希望在疫情期間 搶工房屋裝修商機 小林鄭王安寧特別報導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其實剛剛在歡樂之語 我要特別講一個故事 其實到昨天為止 我是有一段是想說難得的機會 家人可以在中天在五二頻道 可能是最後一天大家一起同台 因為畢竟 我們從來沒有同台過 但是 其實這是有一點複雜度的 因為到昨天都還不能確定 畢竟因為 智函現在的工作是比較是 比較公務員的工作 高度政治性 對 會有一些職場倫理 其實同行要上同行的節目都有難度 對 像我弟昨天來也是 他也是說他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呢 所以智函就 特別有請示了他的老闆 那 他老闆其實 回答的話讓我其實是蠻感動的 是 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對 就是其實 許甫在問我的時候 我一直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就是 剛剛我說的 高度政治性 所以在星期三的時候吧 對不對 他要再問我一次說 你到底能不能來 我說我還要請示一下這樣 然後我就請示了我的 就到昨天最後關頭的時候 我就請示我的老闆 然後他就 立刻就說 沒關係啊 他說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只有政黨 不是只有政治而已 那其實大家都有朋友 有家人 如果真的覺得應該去就要去 所以其實我聽到那段話 我覺得蠻感動的 是很感動的 對啊 然後我就立刻來了 對啊 其實在 在中天 可能在無二頻道 最後一天 也是要跟大家講 世界上不是只有政治 不是只有你死我活 是 我們要多關懷一些我們身邊的人 多關懷這個社會 多關懷家人 而中天 持續也會秉持這個精神 繼續的為大家來服務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對 我們還有一分鐘 好 其實我昨天問我弟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狀況 他當時也是說他要 不知道要不要請示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但這輩子可能就是最後一次 當然我們都很捨不得這個平台 那後來他也是跟我說 算了 就算他被fire掉 他也要來上節目 其實在這種時刻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很多人不離開 尤其是家人的支持 然後今天在現場 我們的觀眾台 已經從原本的 只有我們的舞台的左邊 現在已經延伸到右邊了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來到現場 來為我們支持加油打氣 然後在網路上很感謝 Steve Yu 給我們一個愛心 然後宇婕謝謝你 好棒的家人 然後今天真的要很感謝 志涵還有朵朵 我們今天就來上節目 讓我們期待明天 會更好 進一段廣告 謝謝 進一段廣告 謝謝 謝謝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即訂閱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2021前 讓我們一起衝刺 200萬訂閱戶 展現人民的意志 你訂閱中天了嗎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一鍵看中天了嗎 人民最大 不用拍桌 全民定起來 好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越來越多人了 等一下 主播是會增生是不是 一個廣告回來 主播超多 我跟你講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全家團圓照什麼 對啊 我們先來一個 新的一家人合照來 1 2 3 1 2 3 好 子孫滿堂的概念 是不是 好啦 他們等一下 可能就要先回去 然後幫我準備晚餐 是不是 好幸福喔 你不能在這邊偷Q啊 我累不累啊 我累不累 但是呢 今天還有他的 朵朵的好朋友 就是小豪叔叔 跟雅婷 哈囉 姐姐 來到現場 但是朵朵今天有點害羞 因為他臉上也有點 小小的過敏 小小感冒 對 但是他常常你看到朵朵 去年不是拍了一支 2019到2020 跨年要去哪裡玩嗎 對不對 那今年呢 其實雅婷主播 我們今年2020 大家都覺得說這一年 好像不是那麼好 有新冠肺炎 對 這一年真的滿辛苦 中天你看 又有這種關台的事件 還有很多很多的狀況 那今年的跨年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 讓大家比較開心的活動 有什麼開心的活動 鎖定徐夫主播 還有小豪主播 線上live show 先把我們開好了是不是 對 先等一下鎖定17好不好 待會那個新聞KTV 可能又要來了 先預告一下 等一下呢 等一下5點鐘的時候 小豪主播 他會來跟我們 來卡拉OK點歌 下面刷一排好不好 來點歌 看一下搭場 跟我們一起在節目上 還有小豪主播 對啊 唱什麼歌 來刷一排歌名下面 到時候預告一下 應該要唱點跟跨年有關的 因為以前要活動嘛 是 所以我覺得今年 應該在剩下 快到年底了 對 所以到時候呢 應該是國內的大型活動 應該是剩下跨年活動 對 但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除了跨年之前 還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活動 愛爾蘭提塔舞劇的火焰之舞 即將要展開全台8場的巡演 這5度登台的演出陣容 現在更堅強了 因為上百位的 近百位的演員成員當中 居然有40個 是世界的舞蹈冠軍 將近一半 這真的是非常精彩 帶你來看 雙腳快速踩踏肩 與音樂行程完美搭配 火焰之舞 近百位頂尖舞者 穿上正式表演服 進行首演前 最後的總彩排 儘管是排練 水準比照正常演出 由舞王麥克弗萊利首席弟子 詹姆士基跟領軍 團隊中世界舞蹈冠軍 就有40位 佔了將近五成 這些人現在 是世界上最大的 俄羅斯舞蹈 我們都是同樣的 訓練 所以我們只有幾天前 我們一起來 就像我們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 特別重視台灣的巡演 幾位踢踏高手 都是首次獲邀加入演出 而且由麥克弗萊利 親自面試挑選 很棒 我們去哪裡 尤其是這年 因為疫情和所有的 很棒 很棒 新秀舞藝超群 也展現火焰之舞 培育新生代舞者的決心 這次將以更堅強的陣容 帶給全台灣觀眾 震撼的踢踏舞饗宴 記者林俊鋒 張文宇淘不倒 歡迎回到現場 乾脆我們一字排開 好 不錯 陣仗比較大 大陣仗 那個不乾 閒雜人等 就已經請他們回家了 我偶像走了嗎 你不是叫他們回去 幫你準備晚餐了嗎 異物演出不能待太久 可以可以 其實說到年底了 真的跨年 可是其實 作為新聞工作人員 常常啊 我們有去跨到年的呢 就是在工作 沒有跨到年的呢 就是在棚內工作 所以都是在工作 其實大部分很容易都在工作 因為真的很難說 對 以前說跑市府線的時候 在這種關鍵的時候 我這12月31號到1月1號 我是不畫假的 因為怎麼樣 我都一定是在101前面 在台北市府前面 跟許甫一樣啊 我都守在101前面 然後後來我跟雅婷主播是 因為有一陣子我也是播夜線 然後你也是 就我之前 我們就會在交接 所以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種 在很歡樂的跨年的時候 對 我們的跨年照片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們在棚裡交接的時候 就這樣子跨年 所以就這樣跨年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上班啊 棚裡交接 而且雅婷下班了 她也沒辦法再去跨年 那你們會自己準備小道具 比如小拉炮啊 倒數進去 耶 五四三二耶 會嗎 你看我們有嗎 所以我問你們 有沒有暗場什麼道具 都沒有 就這樣很安靜的跨年 下次歡迎你來 對 下次再邀請你好不好 不然就今年了好不好 可是除了跨年之外 其實新聞人還有一個工作時間 是大家都在放假 很難休的 其實大家在放假的時候 常常就是我們上班 對 特別是農曆年 對 農曆年的時候 而且雅婷主播 她特別農曆年的時候 她會做一件事情 很令累 你們一定想不到 吃年夜飯 吃年夜飯要吃 對 但是她的年夜飯很令累 對 因為其實每一年 蠻多同事都會在期待我的 年夜飯開箱 對 因為其實過年在公司工作的話 公司會提供便當 等一下 這個 好吃的便當 這是幾公格啊 不是 我跟你說應該這樣算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因為她都沒有 從除夕開始 除夕開始算 因為她都沒有休假 對 所以我就會每一年 都會獲得很多便當 然後大家就會來看看說 這個菜色 但其實便當吃那麼多天 總是會有一點膩 對 但是 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因為大家應該也蠻難得 會在整個過年吃這麼多便當 不過也很謝謝公司 因為過年其實你要買便當 對 要定外送 很多店家沒有開 對 其實是不太方便的 不過在這邊就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吃便當 吃事情覺得好像有一點膩 但是到了晚上 想說今天是不是換一家了 因為便當好像感覺長不太一樣 大家覺得口味應該不一樣吧 而且其實蠻少有人 有辦法收集到這樣子的 對 結果就說 今天晚上便當好像比較好吃 他們說沒有 是同一家 因為老闆便當盒用不夠 所以換了一個 換便當盒而已 而且最慘的是說 不只中午跟晚上一樣 連每一年看起來都差不多 有人要插播一下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們先 這是要送給誰 送給我們的 送給支持中天的粉絲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支持中天 謝謝 謝謝 今天的關係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 謝謝 謝謝 歡迎回到現場 南投今年的觀光成績 像是茶葉布蘭會結合了咖啡結 居然已經創造了1.7億的商機 成果真的是非常的豐碩 要跟我一起打拍子嗎 南投縣長林明珍 帥團大跳廣場舞 為活動熱鬧揭幕 市場年中縣府特別舉辦 2020年中記者會 最新觀光主題曲也首度曝光 活動上縣府也公布 這一年來的觀光成果 像是茶葉博覽會 結合咖啡結 十天展期創造72萬人次的人潮 銷售額更創新高突破1.7億元 日月潭萬人度勇活動 也成功創下 國內大型運動賽事的防疫新典範 正在明年市政重點 林明珍強調觀光 仍然是主力 另外還有充實緊急醫療 萊豬零檢測等政策 目標要讓縣民有錢賺 也要兼顧安全 解鎮尾翔南投報道